双鱼座的主管会觉得我要你干嘛 这些事情我都做就好了 水瓶座的主管呢 他们特别注重公平性 今天我透露给你这些东西 那你有没有听得到 你有没有给我回馈呢 他才能判断说 你有没有投入 有没有认证 工作态度呢 就特别需要做出一个表现了 比如说我今天来召集一个会议好了 那么我知道谁出差 谁今天去拜访客户 那么在这个状况下 其实我安排好咯 几点到几点这间开会 大家是都在的 并且呢谁谁谁不在 他还能跟我们电话会议沟通 当你有这样的组织 水瓶座的主管就会觉得 这件事情交给你是没错的 所以怎么样顾全大局 完整所有的细节 达到最大的协调 这是水瓶座主管最重视的事情 如果你可以及时跟他报告 像小助理对于水瓶座 有点大条的个性来说 真的是不无小谷 因为你能帮助他去做他漏掉的部分 那么他就可以放心的做自己想要做的那部分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双鱼座 双鱼座如果当主管的话 是很注重细节的 但这个细节并不是说很生硬的那些细节 今天客户怎么样 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迟到 并不是在这方面 他更在乎的是大家的感受 因为他所有的资源整合 都是在大家的感受范围内所达成的 如果你没有让他感觉到你抓到他的重点 抓到他的人情味 可以把所有的细节照顾好 这么样的手腕的话 那么双鱼座的主管会觉得 我要你干嘛 这些事情我都做就好了 双鱼座主管的心理话是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么你能给我什么呢 他其实很敏感 他知道说我知道你今天累了 但是你可是不要给我放空 我在盯着你看了 所以有时候双鱼座主管很讲人情味 但更讲求能力 如果你把你的能力 可以集中的运用在你的工作上 那么他就不担心 是不是你今天早退呢 是不是你今天迟到呢 这些他非常的人性化 专业能力才是他对你最高的要求 你的主管是什么星座呢 赶快在下面留言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跟他相处的心得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